芸汐先跟大家打针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庞氏品牌代言人罗芸汐 那今天很开心可以在区城市HWB 十万公里美丽接力的直播间与大家见面 非常欢迎芸汐 我们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问题啊 我在《心跳原计划》当中饰演的角色 叫做周晓珊 那周晓珊呢 她是一个 我自己认为她是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人 对 她的整个人物好像都给人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 那么其次我觉得周晓珊她是一个相当隐忍 而且她能够不把自己的情绪表现于面上的这么一个人 那是高手 高手 这也是我从这个角色身上学习到的一点点的东西 对 那半是蜜糖半是伤的话 我饰演的角色叫做袁帅 这个角色我觉得和周晓珊真的就是冰与火的区别 天差地 区别非常大 对 那袁帅她是一个我觉得 看上去不那么霸道的霸道总裁 对 就是她有很专业很霸气的一面 但是她也有非常接地气 非常可爱的一面 我觉得这两个角色周晓珊是一个让我在作为演员 在表演上非常刺激非常过瘾的一个角色 那袁帅呢是满足了我在生活当中对于一个男生的这种 一个真正的男生谈恋爱的满足感 所以这两部剧大家都可以进去期待一下 而且就像我刚才从你说的当中我可以听出来 这两个角色都很难演的 这种像高手他这种要不洗心余色的就很难演的 所以很过瘾啊 对于演员来说的我就是很过瘾 是的 而且特别好玩 到现在还记忆有新的有趣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有趣的事情啊 真的是非常的多 特别是在拍摄蜜堂的时候啊 我们很多戏其实都是现场即兴的一些发挥 所以是非常的生活非常的自然 然后也真的会被自己 或者被对手的某一些举动所感染到 对的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 我们有很多睡觉的戏 我觉得我作为演员真的是 抓紧每一分每一秒睡觉的戏 就让自己下来戏 真的就是 我说了一个昨天的事吧 您说 我就在片场然后演了一天睡觉的戏 那么真的就是导演说 好了 这条可以了 明星 起来吧 准备下一条 然后说了三遍没反应 真的就在片场睡觉 哇 对 真的就是 有了一个说睡就睡的这个技能 说明是真的是工作太太疼 从哪一款先来是呢 这样吧 通过我 我给大家就是 分享一下我自己这个护肤的这个顺序 然后给大家介绍吧 好 没问题 首先其实大家应该也很清楚 第一件肯定是截面 截面 对吧 所以我们就说截面乳了 好 然后我会先在我的手心当中挤上截面乳 然后两个手进行搓揉 记住手指尖一定是要沾上我们的指腹 对的 然后用手指尖 我刚才学习到了 对 先用提拉式的方式提拉上去 从我们的下颗线这里提拉上去 然后在这里进行 打圈圈 打圈圈式的按摩和搓揉 然后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是用我们的手指在额头上这样子两只手进行额部的清洁 对 然后第三步的话是在T区进行清洁 你看我学得多快 非常棒 是吧 然后第一步截面 截面 第二步的话 然后我们就清水截完面之后 就开始用我们的眼霜 哦 对的 就是我们的小粉笔眼霜 小粉笔 小粉笔眼霜 对的 然后涂上眼霜 第三步呢 就是使用我们的双效粉笔精华 你的脸 你的皮肤 就会和蛋清一样的光滑 就会有弹性 就会和芸汐一样五毛孔 对 好 那我们非常谢谢芸汐给我们大家介绍完了你的这个护肤的这个 其实说难也难说 真的吗 我觉得粉丝都是非常聪明的 对 应该是 一猜 就猜到了 大家可以在线上和我们的季节互动看看芸汐画的究竟是什么 大家也来猜一猜 请芸汐可以开始做画 怎么来表现呢 好 我帮你按一按 这个其实真的挺难的 当我看见这三个字的时候 我是不知道怎么画的 然后芸汐现在现场所做的画 这三幅都会 亲手做的这三幅都会送给我们的粉丝想获得的方法 非常简单 在我们今天现在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激情下单 前三位就可以获得了 顺序呢是随机的 顺序是随机的 非常感谢大家对芸汐的支持和喜爱 也非常感谢大家对庞舍的支持和喜爱 也非常感谢大家对庞舍的支持和喜爱 哇 所以这个是stop 所以大家能够猜到吗 大家肯定可以猜到 这个其实是 对吧 芸汐唱的一首歌 一首歌曲的名字 歌名 是的 是的 所以芸汐介绍答案吧 大家肯定是都猜到了 大家非常都答对了 他们都答对了 是的 没错 正确答案就是等风停 没错 恭喜 然后这个这条先放在我这好吗 然后我们到时候一块送给我们的粉丝 好 这张有点硬的有点脏了 我们下一张 好 下一个 第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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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字 这个有点难画 但是说难也不难 说 简单也得考我的画技 对 是吧 但是我觉得我画得出来 因为每天都在用 哎 您请 对非常多朋友都 啊好想要好想要 关键 对前面非常多粉丝大家都说 芸汐画的云 太可爱了 然后有朋友说 所以下一张是不是星星之火 六个字 大家六个字 是六个字 对 大家都说你画啥我们都喜欢 嗯 哇 不说了好吧 摄像老师加鸡腿 非常谢谢摄像老师这个时候切出的我们芸汐非常帅气的作画的这一个完美的侧颜 哇 诶 而且真的我觉得拿到芸汐作画的这三位粉丝非常幸运 因为芸汐作画真的非常非常的认真 非常非常的投入 好 好了吗 OK 好 来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咚咚 哎 怎么样大家能看出来吗 大家肯定已经可以看出来的啊 好 所以我们一起给大家最小答案 所以是 六个字 六个字 庞氏 庞氏米脆洁面 哎 好的 非常谢谢芸汐给我们做的第二张画 好 我们先放在这边 谢谢 这张有点脏了 先放边上去 这张可以吗 再用下一张吧 这张上面有个点 OK 后面一张可以 来了 最后一题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很有意思 这个好 这个更难画 怎么一题比一题呢 谁想的题目 没人敢回答 这个说 这个真的挺难画的 来吧 呃 这道题啊 这道题 我想想看吧 我尽量的画好 好吧 先构思一下 先构思一下 看看怎么画 好 哇哦 我其实你画的真的很好啊 云西 哇 真的 不是彩虹屁啊 各位 这个真的不是彩虹屁 尽量画好 尽量画好 让大家能够猜到 因为这个 一定要画好 对不对 对吧 是的 三个字啊 现在呢 云西 大家可以看见 云西现在呢 她是画了一个 碗 碗里 有什么呢 哎 哇 已经有人 已经有粉丝猜对了啊 好厉害 厉害了呀 就 我就说到有个碗 然后大家就猜对了 哇 真的画的好强啊 作画的不仅 不仅是这个 云西 我觉得不仅是这个 打游戏打得好 而且 作画水平非常的nice啊 可以的 专业的这个 哦 这个绝对绝对学过的 专业的 OK了吗 要不要再给他装饰一下 大家全部都打对了 其实已经 大家都太机智了 好 云西刚才说 想想怎么装饰 比较好 她说 有我们 然后这三幅画呢 都会 在我们的直播间 一直截止到今天晚上的 十点三十分 截止到今天晚上的 十点三十分 会结单 来看一看我们的前三位 哦 时间用的久了点 大家能猜出来吗 没事 美好是值得等待的 云西画的这个绝对是美好的 而且现在写了 闻 no 吃起来 yes 哎 知道了吧 其实我没有吃过这个 云西吃过吗 我很爱吃 你很爱吃 对不对 对 所以大家肯定也会非常爱吃 非常好吃 真的啊 是的 那我今晚就去尝试一下 好的 今晚就去尝试一下 好的 那所以这一个画的是 大家都猜对了 罗斯坟 这一个 云西录制晚安雨的时间 哦 那么 云西准备好了 就可以开始 相信大家到时候可以 都会无论用截屏还是录音的方式 大家都会发在你的超话 发在你的微博上 然后 大家每天睡前 避 这个 循环 好不好 好呀 来 好呀 那我想一想该怎么说 啊 我知道了 您请 快到睡觉的时间了 晚上早早休息 熬夜对皮肤不好哦 记得用庞氏 要好好爱惜自己的皮肤 晚安 哦 我 我 哎 谢谢 然后呢 接下来就要到了我们的这个 前面有跟大家说过的 大礼包的这个抽奖环节 大礼包的抽奖是这样的 大家现在输入弹幕口令 在我们的直播间面 828 HWB 狂欢盛典 一共这几个字 828 HWB 狂欢盛典 大家赶紧在弹幕里面赶紧刷起来 记住啊 HWB是大写的 然后当中是没有任何的标点符号的 再说一遍 828 HWB 狂欢盛典 赶紧刷起来 我们一分钟倒计时 然后会有一位最幸运的粉丝 可以获得芸汐代言的我们的庞氏 这一次超级大礼包 对的 HWB 828 庞氏盛典 对 对对 然后呢 正好在大家都在刷下的时候 哇 时间过得好快 大家都已经刷对了 你看 大家都手速可以 828HWB 狂欢盛典 手速可以 手速非常快 手速可以 这个打游戏肯定非常厉害 是 然后呢正好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828 8月28日是我们的屈城市HWB年度榜单好物狂欢盛典 揭晓HWB国名集各户美妆榜单 享受上榜好物年度聚会 更有国内知名的明星空降直播间 24小时直播节目不间断 与你约定828直播间见 所以说大家赶紧为你们喜爱的芸汐她代言的庞氏充榜 对啊 哦来了时间到了 哦 这个是好了 哇 恭喜这一位 大家应该可以看 有了有了有了 我们给镜头展示一下好不好 看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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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位她的ID 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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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没错就是 没错就是你 恭喜你 获得了我们的芸汐代言的我们的 我们的庞氏的超级大地方 今天全网最尼蒙的人又出现了 对吧 全网最尼蒙的恭喜 然后呢也是非常谢谢芸汐 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棒的这个 可以算是两场直播了 对吧 谢谢 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也非常开心 真的吗 非常开心 很开心就好 然后也是 这里呢是我们的屈城市 HWB 十万公里美丽街里 打榜直播 芸汐今天为我们分享了 她的独家私藏的好物 和她的这个护肤的心得 希望大家可以记得到 屈城市的云店 多多支持芸汐 和多多支持唐室 那么今天其实现在 时间已经挺晚的了 要到八点的时候了 对吧 芸汐有没有来一些话 最后想要对大家说的呢 还是非常感谢大家啦 然后其实还是想叮嘱大家 一定要记得早晚护肤 千万不能懒惰哦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和我一起多多支持 HWB榜单 候选好物 庞氏双孝粉评 复活系列 幻能面部精华乳 好谢谢 非常谢谢芸汐 然后呢 其实今天所有的粉丝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热情 对吧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大家要记住 前面芸汐亲手做的三张画 我们到时候会通过 今天直播间最后结单的 前三位 累积金额最高的前三位 会送到你们的手中 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 对芸汐的支持和喜欢 我们也相信 也希望芸汐接下来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然后期待你 未来更多更棒的作品 谢谢 谢谢 我也会继续努力的 对 非常谢谢芸汐 那好了 各位亲爱的小可爱们 美好的时光 真的是非常短暂 而且是值得令人怀念的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陪伴 那最后是要告诉大家呢 我们要到了说再见的机会了 我们一会儿就要把我们的画面 要交还给我们的主直播间 据说到时候会 带我们大家欣赏 带大家欣赏大上海都市的 这个迷人的夜色风光 上海的夜景还非常好看的 非常好看 对的 那这里呢 就到了芸汐和我跟大家说拜拜 说晚安的时候了 那我们期待下次再见了 是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早晚护肤使用的庞氏 庞氏秘密武器 好吧 好 我非常感谢芸汐 大家一定会记得 使用芸汐的庞氏 大家族部这么多的产品 对 好了 那今天的我们的直播就到这边了 我们也祝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晚安 谢谢 谢谢芸汐